我其實在看中國跟美國的這個 能工智慧的發展 其實它是在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去做發展 第一個就是比如說美國做到什麼 那他就是把它做得更好 就是去複製美國的這個成功 是過去中國比較擅長的這種方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會比較 強調在有關governance 就是governance surveillance相關的 治理和監控 治理跟監控 那他其實可以很容易的收到大量的數據 所以他的比如說人領辨識 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這種體態辨識相關的 有關政府相關的治理的工具 他因為他資料量很大 所以他在這方面也有經費 所以他可以做得更完整 但是你如果說是以這種 我們在西方國家 我們在強調這種以人為本的這種服務 就是像ChurchDX這種角度來講的話 比較不會是他的priority 以目前來講的話 的確就在關鍵的晶片生產跟關鍵的運算力來講的話 目前美國就是在晶片的產業是生態鏈是比較完整的 那相對於中國如果說不依靠美國的這個生態鏈 它要能夠有相對應的運算能力 這是有它的困難度 剛才講到這種跨時代的 跨時代的這種人工智能 人工智慧的這種AI model來講的話 它其實都是有非常深度 而且非常複雜的 參數需要這種大量的GPU或者是運算 這個人工智慧 人工智能晶片來做運算 那所以如果說你在這個部分是有短缺的話 的確是有很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不管是你在建立這種比較複雜的model 你是會比較容易著驚見走 那再來就是說 當你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服務 你要去服務其他人 如果說你自己的國家沒有辦法去支持這方面的服務的話 你就是要去依賴這種境外的這個雲端服務的公司 那相對來講你的服務的品質也會受到影響